我们亚当路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长子们,大家下午平安。 相信在这两周当中,我们都听到这婚姻周里面所谈的一些主题。 请问,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考一考你们。 我们的主题是,在爱与顺服中来成长。 上个礼拜,当然就由矿传道谈到有关牢固的婚姻、强大的家庭以及兼顾的教会。 那也借着许传道谈到有关在雅各婚姻中的教训。 那今天早上,张传道谈到有关在婚姻里爱的成长。 那小弟呢,就来结束我们这次婚姻周的最后一个主题的题目就是,婚姻里顺从的成长。 我们的主题来自各罗西书的三章十八十九节。 我们的主题是从Colossians 3.18-19。 相信在之前的一些传道们应该也有翻阅了,也稍微地跟大家来提醒有关,从圣经所提到的主题。 那什么是顺服呢? 保罗说要顺服在主里。 当然在三章十八节谈到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可是那个顺服是在这个真理跟神的教训里面,所以顺服在主里嘛。 不是那种因为你的先生比较强势,用着男人主义来把你撵下去,不是这样的。 不是因为你的男人比较强势,他比较贵,他比较贵,他比较贵。 不是这样的。 那个顺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你有益,你愿意顺服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硬着这样,所以你愿意遵从,你愿意爱你的先生。 而且丈夫是妻子的头没有错。 可是做这个头啊,你必须要有带领你的家庭,带领你的妻子到神的面前。 而不是带她安息日聚会去某某地方。 而是带她来教会来敬拜神啊。 而你竟然是那个火车的头啊。 当然你就要有好榜样啦。 那你就配得起你的太太给你的尊重。 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五章啊,二十一节说啊,要彼此顺服。 而且是在主里。 所以啊,保罗的教导也告诉我们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啊,他把夫妻之间的关系有如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也告诉我们啊,弟兄啊,也要为,好像基督为教会牺牲啊,你也要为你的太太来牺牲啊。 二十五节。 要是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以弗所书的五章啊。 那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啊,你要爱你的太太,如同爱你自己一样。 五章的二十八节。 请念。 所以啊,先生啊,不要骂你太太啊,不要欺负她啊,你在欺负你自己的肉体啊。 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啊。 你在吵架,你在打架,你在打你自己的身体啊。 你不是很笨吗? 是啊,谁会打自己的身体? 不会啊,我们不会这样做啊。 因为你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所以啊,夫妻之间啊,不要吵架,吵架没有用。 打架更加没有用。 一个男人不可以动女人,不可以打女人。 这是最糟糕的。 啊,所以不可以家暴啊。 啊,所以不可以家暴啊。 嗯,好。 那,自然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叫顺服。 而且顺服是在这个,从心里来爱,来尊敬,来交托。 而且是在这个圣经的教导以及真理里面去做的。 嗯,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就来看一个圣经的人物。 我们从他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学习啊,什么叫在婚姻里来顺服, 而且因着他的顺服啊,能够看他的在他的灵性上的成长。 啊,当然,就是要谈到以撒咯。 啊,以撒从他小时候啊,就可以看到他的这种顺服的这种特质啊。 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来看八道十节。 嗯,创世纪二十二章,八道十节。 创世纪二十二章,八道十节。 创世纪二十二章,八道十节。 那当然一开始就在二十二章的一道二节,谈到说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呢,把他的唯一的独生子啊,献给神嘛。 啊,那当然,亚伯拉罕顺服神啊,他也知道说这是神给的,那神要,那我就信给你啊。 啊,我们看这一章啊,他的那个重点,人物是谁?是亚伯拉罕啊。 啊,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上被试验啊。 啊,因为亚伯拉罕在他的信心上被试验啊。 其实啊,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啊,就是以撒。 因为他是寄屋啊,他被献上啊。 那相信这边说是,以孩童嘛,那应该这个孩童啊,要是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十三十四岁的一个青少年吧。 亚伯拉罕肯定是超过一百多岁啦。 所以这些挑财的工作啊,就由这个仆人,那但是他们要走三天路到这个摩里亚地嘛。 所以呢,就由以撒来去背啦。 所以这些重的活呢,当然这个老父亲啊,就没办法做啦。 好,那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呢。 他住好了坛以后, 捆绑他的儿子。 其实在之前,以撒就问啦,爸爸,那个饭记得那个羊在哪里啊? 爸爸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啊。 他说,哎儿子啊,不用担心啊,神会给,神会预备啊。 他说, my son, God will provide for himself. 原来就是他啊。 啊, but actually the burnt offering was him. 要是我问 Elijah, 爸爸说,神说要把你献上,你愿意吗? Elijah, if your father wanted to offer you up, would you be willing? 不会啦,肯定,一百分,这个答案是一百分。 This is hundred marks. 不会那么笨,把他献上吧, 那爸爸把你绑钱就不会跑掉,肯定跑掉啊。 You wouldn't be so foolish if your father wanted to offer you up and bind you up, then you would run away. 可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跑掉耶。 But Isaac didn't run away. 你看,就给爸爸绑起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坛上。 He allowed his father to bind him up and place him on the altar. 没有逃掉啊。 He didn't run away.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What does this tell us? 顺服。 顺服爸爸。 He submitted to his father. 反正爸爸要什么,我就顺服我爸爸去做。 No matter what his father wanted, he submitted to his father. 后来啊,你看到以撒子这种顺服的特质啊, 一直的在他的信仰生活上,一直的出现。 And later on, we see this virtue of submission appearing throughout Isaac's life. 因为他的顺服啊,所以爸爸也能够把他献上啊。 Because of his submission, he allowed his father to offer him up. 当然神说,哎,不然,okokok,知道了,看到你的信心了,不要害这个孩童。 But later on, we know that God appeared to him and told him not to do anything to this lad. 啊,所以呢,那一次的献祭呢,神就预备了那个羊羔给他们献上。 And in that incident, God prepared the ram for them to offer. 可是神也借着这个事迹啊,来看到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啊。 But through this incident, God saw the faith of Abraham. 可是,那另外一个认圣经的人物就是以撒,因为他的顺服啊,他愿意这样的来牺牲啊。 And the other character in this story, Isaac, because of his submission, he allowed Abraham to offer him. 那从他的青少年的这种顺服啊,的那种特质啊,出现了。 And this virtue of submission appeared when he was just a young man. 来到他的婚姻也照样是这样。 And this is the same in his marriage.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四章。 Let us look at Genesis chapter 24. 我们来看一道诗节就好了。 Verses 1 to 4. Genesis chapter 24, verse 1. Now Abraham was old, well advanced in age, and the Lord had blessed Abraham in all things. So Abraham said to the oldest servant of his house, who ruled over all that he had, Please put your hand under my thigh, and I will make you swear by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and the God of the earth, That you will not take a wife for my son from the daughters of the Canaanites, among whom I dwell. But you shall go to my country and to my family, and take a wife for my son Isaac." 那整个故事呢,从二十四章呢,你可以看到一个蛮长的一章,总共有六十七节。 There are 67 verses in chapter 24. 那当然整个世纪啊,就谈到说啊,这个忠心的仆人啊,领了这个主人的命令啊, 他就到他的本族本乡啊,去把这个主人的媳妇啊带回来。 啊,当然整个过程都是靠着祷告。 啊,当然这个利百家啊,他也愿意跟随他来这个陌生的地方。 好,长话胆说,我们就直接跳到六十三节啦。 六十三节我们来看到六十七节。 在约63-67, let us read it. 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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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60, 约6, 约60, 约60, 约63, 这个就是以撒世的婚姻啦 老仆人就是那个媒人啦 他就介绍啦,他就把他的媳妇带来 因为还是蒙着脸,不懂是不是很美不美 胖啊瘦啊,反正没关系嘛 反正我就顺服,爸爸讲什么我就接受 神讲什么我就接受 因为以撒不是外貌学会啊,不是看外貌 顺服神尊敬长辈 当然,顺服神尊敬长辈 当然,长辈也要,所讲的当然是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啊 以及圣经的教导啦 啊,要是说叫你驾许外帮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吗? 哈喽,可以吗? 不可以啦 会被圣经啊 当然不可以啊 不可以加血外帮啊 因为他的信仰跟你不一样 当然不行啊 所以呢,要在主里同婚 要是一个婚姻能够尊敬神,也能够顺服你的长辈 当然,神就会祝福这个婚姻 当然,神就会祝福这个婚姻 啊,那时是在我们旧的直楼古楼教会 啊,当然小弟也在里面啊 啊,是有头发的啊 啊,那 那,他就说很怀念嘛 怀念啊 啊,那我说我也很怀念 啊,那我说我也很怀念 可是我越看那个照片哦 越觉得心很酸啊 为什么呢? 至少有一个 离开的神 不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 因为他选择没有在主里同婚 结果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教会 我在看左,在看右的时候 很遗憾的 有些已经驾取外邦 你因着这样,孩子也没办法带来教会 所以我看那个照片哦 一方面是很好的回忆啦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哦 心是很酸的,很痛的 所以有些时候看旧照片哦 真的会挑起很多很伤心的事啦 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感性的一面啊 就是看了那个照片以后啦 有一些感想哦 真希望说啊,我们的青年啊 能够立志啊,在教会同婚啦 and I really hope that our young people will resolve to marry in the Lord 我都在我的这个神训班啊 因为我是教那个创世纪嘛 because I teach Genesis in Teo 咯 看那些小,那些同学在那边开始 笑笑啦哈 我说啊,你们要在主里同婚 I tell them you have to marry in the Lord 我要在会堂里面啊 看到你们走那个红地毯啊 进到会堂 I want to see you walk down the aisle in church 或许我不为你们证婚啦 因为可能到时候我已经退休了嘛 那别人为你证婚嘛 maybe I will not officiate your wedding but maybe you will be somebody else 因为我在十年就要退休啦 because I will be retiring in ten years 可是我真希望说啊 你们真的是走在这个红地毯里面 到前面蒙神祝福 but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be walking down the red carpet in church to come before God to be blessed by him 那是我最大的安慰 and that will be my greatest comfort 所以伊萨你可以看到 她在婚姻里面 她顺服神 we see that Isaac submitted to God in his marriage 我们等一下再看哦 她的婚姻结婚了一段时间啊 你可以看到她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 好 那她结婚了以后 有没有遇到问题呢 有啊 遇到问题啊 结婚以后 没有孩子啊 没有孩子啊 我们来看二十五章 Let us read chapter 25 我们看《创世记》二十五章 我们来看二十到二十一节 Verses 20 and 21 那请念 Genesis 25 verse 20 Isaac was forty years old when he took Rebekah as wife the daughter of Bethuel the Syrian of Paddan Aram the sister of Laban the Syrian Verses 21 Now Isaac pleaded with the Lord for his wife because she was barren and the Lord granted his plea and Rebekah his wife conceived 结婚以后 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一帆分顺的啊 It wasn't all smooth sailing after they got married 那他们结婚以后 就遇到这个问题啦 没有孩子啊 那圣经只是 一个圣经章节 就把他交代清楚 说你看 他就祷告咯 祷告就怀疑了咯 问题是祷告多久啊 至少十九年 我们来看回同一章的二十六节的下半段 Let us read chapter 25 verse 26 afterward his brother came out and his hand took hold of Isaac's heel of Isal's heel so his name was called Jacob Isaac was sixty years old when she bore them 六十岁 四十岁结婚啦 六十岁才有双胞胎啊 he got married at forty years old but he only had twins at sixty years old 等了几年啊 how many years did he wait for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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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二十年的漫长的等待 需要什么 需要顺服在神的应许以及圣经的道理里面 he needed to submit to the promise as well as the truth of God 因为他愿意等待 这个是来自他的顺服的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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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愿意祷告 所以他愿意祷告 祷告了二十年啊 神给他一个双胞胎 神给他一个双胞胎 那别怕啦 至少你还比你的亚伯拉罕 你的爸爸好嘛 爸爸就一个 可是你两个 还不错啦 而且你六十岁就有孩子啦 爸爸是一百岁才有孩子 还不错啊 不敢怎么孩子比爸爸好啦 但是他所经历的 他不会比他的爸爸少 可是为什么 以撒愿意去等待呢 因为他相信神 他也顺服在神的话语上 所以当他遇到这个 没有孩子的问题啊 他没有去吵架啊 他不像圣经的另外一对夫妇啊 吵架啊 而且还跟他的先生说啊 我个戏啊 我死啊 不是有句话这样讲吗 女生啊 一哭二闹 上就上吊啦 不是这样吗 他会遇到困难 看他在山上的疾瘩 然后他封门 器一尾 可惜啊 他岂 尴到困难 不是一起决绝啊 困难就吵架啊 既然问他 那个是谁啊? 就是他的儿子啊? 我们来看哦,《创世记》的30章。 Let's read it,《创世记》30章的1-2节。 《创世记》30章的1-2节。 奇怪,你爸爸遇到问题的时候,是祷告,不是吵架呢? 难道不是因为爸爸的祷告所以你出来吗? 不是吗? 可是你现在遇到问题,也不是祷告耶? 他还说啊,向拉杰生气啊! 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啊,不是我啊! 因为拉杰说啊,不给我我就死啊! 一哭恶闹,伤伤掉咯,就是这样咯。 我们这样做的话,婚姻怎么可以美满呢? 就是一直吵架咯。 从早吵到晚咯,从晚吵到早咯,就是这样咯。 天天吵架咯,打架咯。 一回到家,那个火药味很重啊! 哇! 进到里面去,哇! 快要爆炸了! 哇! 这样婚姻能够美满吗? 没办法。 不要学雅各。 学他的爸爸,伊萨。 遇到问题是要一起来,借着祷告来解决啊! 不是吵架打架啊,没有用啊! 我们AVA,请投影一下。 好,我们来看这个投影。 这个是一个婚姻的三角。 其实啊,他也是一个关系的三角。 我们看到啊。 诶? 等一下啊。 没有电池,不好意思啊。 好,这个婚姻的三角,你可以看到吗? 不管你是先生在左边,或者太太,或者孩子,反正就是一个三角,那中间是神嘛。 只要你愿意往神那里去。 看到这两个箭头吗?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当你愿意用神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跑到神那里去啊, 你这个距离啊,太太或者跟孩子的距离是越来越靠近啦。 有人说啊,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啦。 有神的地方就没问题啦。 所以不管是你跟你先生,或者跟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啊,你要关系好啊,你要往神那里去啊。 so whether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children or with our spouse, as long as we want the relationship to be good, we have to walk towards God, 只有神能够解决啊。 你不要用这些方式来解决啊。 你越解决,越没办法解决啊。 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 神也是那个原厂。 是祂造我们的啊。 所以出了问题。 你不要买一些赤等的那些零件去修理啊,越修理越糟糕啊。 没办法解决啊。 你要回到原厂啊。 只有那个原厂才有那个零件啊,来修理你的问题啊。 那你才能够解决啊。 当你愿意一直往神那里去啊,你的关系就越,你的那个距离就越来越短啦,就越来越好啦。 但是今天你要用这些方式来解决。 那个箭头是往另外一个方向。 可以看到你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啊。 那你怎么会好呢? 用这些方式来解决,可以解决吗? 解决不了啊。 因为你有自己的方式。 雅各用自己的方式。 可是他的爸爸用神的方式。 啊,所以呢,神就祝福他啦。 所以今天啊,我们在经营这个婚宁啊,我们必须啊,要进步啦。 要是往神那里去啊,让神啊,成为我们的关系中的,把它拉起来。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啦。 可是却有些时候啊,因为我们体贴肉体嘛,所以呢,就没办法实行出来。 也很多时候啊,是因为角度的问题看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就吵架咯。 好,下一个投影。 大家有看过吗? 太太,怕我。 啊,曾经就是有一对夫妇啊,整天吵架。 那结果他的朋友啊,想说要怎么样让他们和好呢? 啊,就送了他一幅画,就是,太太怕哦。 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啊,祝福他们这篇图, 啊,这位朋友啊,祝福他们这篇图, 啊,而且吩咐说啊,心圣要从左边读到右边。 啊,太太要从右边啊,读到左边。 啊,太太要从右边啊,读到左边。 啊,不要读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就会吵架啦。 啊,不要读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就会吵架啦。 啊,太太怕我,OK啊,没事啊。 啊,太太怕我啊,没事啊。 啊,我也怕太太。 啊,太太听了,诶,不错啊,很好啊。 其实啊,很多时候不是角度的问题吗? 因为角度看不清楚啊,所以就吵架咯。 诶,诶,真的有些人说真的是芝麻小事啊。 啊, sometimes it's just a very small little issue. 挤压膏也会吵架啊。 you can also quarrel with regards to squeezing the tooth face. 甚至冲马桶不盖,也会吵架啊。 sometimes if you do not cover the toilet cover, you also can quarrel. 不是吗? 还是回家没有洗脚,也会吵架啊。 you can also quarrel about not washing your feet when you get home. 哈喽,这些都是小事啊。 啊,这些都是小事啊。 啊,怎么小事能够变成大事呢? why do such small things become big things? 角度的问题咯。 because of the problem of perspective. 是太太怕我,还是我怕太太呢? am I afraid of my wife, or is my wife afraid of me? 所以啊,这个啊,送给大家。 I'd like to give this all to you. 上过我的婚姻辅导课,都会送给他们这句话。 啊,所以啊,这个啊,不会陌生啊。 这是顺便啊,把它加进去啊。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以撒这个顺服啊。 好啦,那结了婚以后,孩子没有,所以求神给他,神也给他了。 那现在,遇到饥荒,怎么办? after he got married, and he pleaded with God for children, and God gave him children, they met with a famine, so what did he do? 26章的1到2节。 我们就不念啦,因为大家对创世记应该蛮熟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3点40分了。 因为4点15分我要离开,要回去桑巴王开会,所以呢,我不可以太久。 I cannot leave late, because I have to get back to桑巴王 for meeting at 4.15. 4.30了。 那,快点讲,快点讲啊。 那,诶,遇到饥荒怎么办? 当然是想起爸爸咯。 爸爸遇到饥荒就下埃及咯。 Isaac thought about his father, when his father met with a famine, they went to Egypt. 结果事情就解决了咯。 and they resolved their issue. 可是就带回一个下甲咯。 but he brought back Hargar, 就有问题咯。 今天不谈下甲的这个问题。 We will not talk about Hargar today. 那,当然想到爸爸也去埃及,我也到埃及去啊。 so he thought that since my father went to Egypt, I will also go down to Egypt. 可是,26章的第二节,怎么讲? But what is mentioned in Genesis chapter 26, what is mentioned? 神向以撒显现说, 不要下埃及去啊。 God appeared to him and said, Do not go down to Egypt. 你住在这个地方? Live in this land? 可是,神啊! 我不下埃及,我怎么解决问题啊? But God, if I do not go down to Egypt, how do I resolve this issue? 我的牛羊怎么办啊? What do I do with my cattle? 我的农作我怎么办啊? What do I do with my crops? 啊,没有水啊! There's no water. 饥荒啊! There is a famine. 神,你知道我怎么做? 神说,你留在这里。 神说,你留在这里。 以撒其实就顺服神。 再一次的看到他的那个顺服的这种特质吗? Do we see this characteristic of submission in him? 一次啊,在12节, 26章12节, 他说,那一年啊,有百倍的收成啊。 In the same year,Isaac reaped a hundredfold. 诶,大家都那么辛苦, 在这个饥荒的年日,怎么会那么好呢? Everybody was working so hard, and it was a famine. How did Isaac reap a hundredfold? 而且你是昌盛, 第13节哦,日增月圣。 And in verse 13, he began to prosper. 那好到啊,大家都嫉妒他啊。 And he was so prosperous that the people were jealous of him. 在这个那么难的日子啊, 你却能够成为一个大富翁啊。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you could become a very wealthy man. 要不是因为神的祝福。 If not for the blessing of God, 他不可能那么好啊。 He wouldn't have been so prosperous. 可是前提是什么? But what is the prerequisite? 前提是他顺服事。 It was that he submitted to God. 所以啊,在婚姻啊, 要是遇到困难啊, 不要只是靠自己来解决啊。 Therefore in our marriages, when we meet with problems, let us not just rely on ourselves to resolve it. 结婚以后, 不可能是一帆分顺的啦。 It wouldn't be all smooth sailing after we get married. 那个是神话故事讲的。 That is a fairy tale. 他说什么,结婚以后好像是bed of rose嘛。 They say it's a bed of roses. 可是 rose下面又有thorns啊,吃你啊。 But there are also thorns underneath the roses that will prick you. 所以你要怎么解决? How do you resolve it? 回到神那里去啊。 Go back to God. 顺服神啊。 那你就能够啊,得到神的祝福啊。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be blessed by God. 那神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啦。 And God can then resolve your issues. Issa也是这样。 And this is the case with Isaac. 遇到困难, 顺服神,回到神那里去。 When he met with problems, he returned to God, and he submitted to God. 所以神就祝福他啦。 Therefore God blessed him. 神不但祝福他, 也祝福他的婚姻啊。 And God not only blessed him, but blessed his marriage. 而且结婚那么久了, 他们还很恩爱啊。 After a long period of being married, they were still very loving. 我们看回来同一章, 26章的第8节。 创世纪26章第8节。 创世纪26章第8节。 圣经只是这样, 一下子就带过了。 The Bible just talked about it briefly. 可是在之前不是说, 你们是兄妹吗? 不是吗? But didn't you say you were brother and sister? 可是这个阿比米勒看过, 从那个窗户看到, 诶? 你们这种嬉笑, 这种什么? 戏丸哦。 这个戏丸啊, 其实在原文就是笑啦, 或者喜乐的意思啦。 But when Abimelech, the king of the Philistines, looked out through the window, he saw that Isaac and Rebekah were showing endearment. And in the Chinese, it sort of means like, having fun, love, 喜乐, and being very joyful. 而且那种笑, 只有夫妻才有的。 那种笑, 你不会给别人的啦, 就给你的太太而已啦。 But this kind of, and this kind of laughter is not one that is shared with anyone, but onl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是不是啊, 我们结婚的这些弟兄啊, 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 这种笑很特别的哦, only for my wife, no other people. is it true? you have such laughter only with your spouse? 我的笑是给我太太, 没有给别人。 my laughter is only for my wife. I have this special laughter. 因为这个是, 只有我太太才可以得到的,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而且, 这个王就看到了, 诶? 不是兄妹耶, 是husband and wife啊, 诶?怎么这样? and the king saw, and he said, quite obviously she is your wife. 丢片啊! I have been deceived. 为什么结婚那么久了, 还有那么好的这种关系呢? how is it that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so long, they could have such a good relationship? 因为, 以撒, 遵从神, 顺服神, 尊敬长辈。 because Isaac, he submitted to God, and he respected his elders. 所以神也祝福他的婚姻啊, and therefore God blessed his marriage. 虽然结婚那么久了, 但是他们的感情仍然是那么好的。 even though they have been married for a long time, they still had a very good loving relationship. 我在准备这边道理的时候, 我在想说, 我到底结婚多久了? as I was preparing this sermon, I thought to myself, how long have I been married? 29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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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说, 哇真的! 从有头发到没有头发, 29年啊! I think about it, I have been married ever since I had hair. 29年, 那么久了! It has been 29 years long! 感谢主啦! 还有说不完的话! And thank God, I still have a never ending amount of words to say to my wife. 但是还在学习当中啦! But I'm still learning! 那借着神的帮助啦! 感谢主啦! And thank God through the help of God, 我们今天啊! 在这个婚姻里面, 真的要顺服神, 尊敬长辈! Today in our marriage, we really have to submit to God, and respect our elders! 那你去看到你的婚姻啊! 是天天都很美满的! Then you'll see that your marriage is very happy day by day! 因为有神的话, 在你们的心中里面, 来运寻, 来软化, 来改变你们, 你们会顺服彼此, 真的很奇妙的! 所以我们的青年啊! 还没有结婚的啊! 现在啊! 要结婚啊! 要立志结婚啊! 要在祖里结婚啊! 到了四婚年龄, 请来找我, 因为我是婚戒! 我是说真的啦! 我是世间教会的婚戒! 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婚戒啦! 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婚戒啦! 当然我们也有婚戒啦! 像亚南执事, 她也是婚戒啊! 像那个恩加执事嘛! 她也是婚戒啊! Decan Timothy! 还有丽萍姐妹啊! 不是! 丽芬姐妹啊! Sister丽芬! sorry sorry sorry! 老了老了啊! 还有那个加摩列执事啊! 她也是婚戒啊! 都可以找他们啊!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啊! 来帮你们撮合啊! 那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婚姻里面啊! 真的要顺服神! 其实我有一个见证, 我不讲了啊!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到啊! 因为以撒的这种顺服啊! 到她的那种灵性还有灵修的成长, 你可以看到是达到高峰啊! You see that Isaac's submissiveness and his growth and spirituality actually reached a peak! 而且那种修养啊! 正是在顺服神的话语当中, 来去相信,等待! 所以呢, 他的这种灵修啊! 也达到高峰啊! His spiritual nature also reached a peak because he was willing to pray and to wait for God! 我们就直接跳到二十六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 And let us go to Genesis 26 verses 20 to 24 庄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 Genesis 26 verses 20 to 24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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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耶! 十六! 十六节嘛! 那边有谈到啊! 耶! 耶! 这些费利斯人就把亚伯拉所挖的井啊! 把他埋起来、囤起来 那他就在挖那个井 这个埃瑟的意思就是征战 相振的意思 斯提纳就是谈到是为敌 其实你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伊萨有跟他们征战吗 有跟他们为敌吗 老阿蜜有没有 你上过我的课的啊 有没有 没有啊 很好很好 有在听课 没有啊 伊萨退让啊 走开啊 其实伊萨 他的人数也不少 他倒可以跟他打 因为抢那个井 井就是水啊 水就是生命啊 很重要啊 可是伊萨没有 因为伊萨顺服神 他的那种灵修啊 这种修养已经到了高峰了 不再跟他们计较 就是你一抢 就是你一抢我就离开 我不跟你争战 后来是敌人说 看到神跟你同在啊 不敢再跟你对敌啦 28节 所以就跟他说谈好了 立约啦 可以看到伊萨的这种成长 他的修养 他的灵修 已经到了高峰 这些是因为他顺服神 愿意相信神 所以呢 神啊 也在让他的灵性上 能够来成长 所以今天啊 我们要我们的婚姻美满 我们不要把圣经当成是一种 看了而不去行的事情 不要把圣经当成是参考而已啊 实际的像伊萨这样 把它活化在他的婚姻里面 在他的生活里面 而结果神啊 就祝福他 让他能够到这个宽阔的地方啊 神也祝福他 所以今天啊 我们在婚姻 我们真的是要 学习伊萨的这个榜样 这个顺服一直到 让他在婚姻上 能够来成长 所以啊 让神啊 能够来祝福我们 最后啊 送你们五句话 来五句话呢 第一句话 每天啊 给你对方美丽的微笑 不要臭脸啊 不要臭脸啊 给你太太笑一下 太太也跟你先生笑一下 第二 每天以对方对目三秒钟 有没有看你太太三秒钟 有没有看你太太三秒钟 或者拥抱 或者 荣耀 只有结了婚哦 有来生才可以做哦 还没有结婚没有来生哦 不可以做哦 记得啊记得啊 还没有结婚的 不要这样做哦 不要动来动去 那个是别人 他太太别人的先生哦 不要动啊 不要随便动啊 啊 no license啊 只有结婚了 有来生才可以动啊 Only those who are married can do this 好 第四 No.4 四季旅游 国外国内 还有野餐 Travel for seasons whether it's going overseas or within the country 要是去外国比较贵的话 就到国内嘛 到那个garden by the bay 也可以啊 OK啊 If it's too expensive to go overseas you can go to gardens by the bay 没有啦 China garden也可以啊 Chinese garden Chinese garden also can 没有啦 这个firefly park 就是我家附近也可以啊 Firefly park 真的啊 所以都可以啊 反正就是 促进感情嘛 to build your relationship 好 最后一点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And the last point very important 祷告五分钟 Pray together for five minutes 你要听到你 先生祷告的声音 Hear your husband's prayer 太太 就是先生要听到 太太祷告的声音 太太要听到 先生祷告的声音 希望这五点 能够让你的婚姻 更加美满 I hope that these five points will allow our marriages to be more beautiful 求神啊 祝福你们的婚姻 May God bless our marriages 好 我们来唱诗 Let's sing him 我们来唱最后 头一节跟最后一节就好了 We are singing the first and last stanza 我们来唱四百三十一首 Of him four three on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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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